我又要开箱啦 我是阿Kan 阿Kan是我 阿KanTV 在这里 Let's go 大家好,我是阿Kan 欢迎回到阿KanTV 如果你还没订阅我的频道的话 记得现在立刻去订阅 然后还要开启那个小铃铛哦 从这一支影片的这个 标题来看呢,你们应该已经知道 这支影片呢,到底是要拍些什么的吧? 是的,我又收到来自这个Bottom Labs 牌子的这个厂商 所寄来的包裹啦 在上一支影片当中呢,其实我已经 详细的介绍过了这个 Bottom Labs的这个牌子 如果你们有兴趣想要了解 更多关于这个裤子的 这个功能和性能的话呢 你们可以上到上一支的影片去看 然后链接呢,我会放在上面哦 自从拍了这个Bottom Labs 的裤子过后呢,有不少的 这一个观众还有这个朋友们呢 都私下的信息我 询问我关于这个裤子的这一些问题 然后我统计了这些问题下来 最大的两个问题 大家想要知道的就是 第一,这个裤子的这个功能 和性能到底是如何的 第二,就是关于这件裤子的 颜色的选择 是不是只有米色和蓝色呢 如果是在一个多月前呢 我可能会告诉你 是的,他们的裤子呢 就只有两种颜色 分别就是这个米色和这个蓝色 但是今天呢,我想告诉大家 除了这两种颜色之外呢 近期他们也推出了另外的 两种的颜色 分别呢,就是这个Moss Green 台鲜绿和这个 Stone Grey 岩石灰 所以说呢,现在呢 他们的这个Bottom Lapse的裤子呢 已经有四种颜色可以做选择了 分别呢,就是这个 米色、蓝色、 台鲜绿和这个岩石灰 我手中呢,这个呢 就是我收到的这个包裹了 好,我们呢,现在呢 就把它开起来看一看 到底里面的这两件裤子的颜色 是什么样的 好,现在呢,我们就来开箱吧 我们就进入一个intro 这个包裹里面呢 分别就只有三样东西 这两件的裤子 就是他们所推出的新的颜色啦 分别呢,就是这个 台鲜绿和这个岩石灰 我们现在呢,就先来看一看 这个台鲜绿的颜色 这个就是它新推出的颜色啦 所以说呢,它是很大地色的 这个色系喔 另外呢,这一件呢 就是他们的石灰色 就是这个stone grey 就是这一个我们所熟悉的 这一个灰色 它的裤子的这个剪裁呢 和之前我所介绍的 这一个裤子呢,是一样的 不同的是呢,他们呢 就出了这两种新的颜色 作为选择 布料呢,也是使用了 他们所研发的 这个dynamic flex 所以裤子的这个布置呢 是带有弹性 透气且通风的 裤子的这个触感呢 是微硬带软 穿起来呢,是鼻挺有型的 所以说,无论你是穿初阶 休闲或者是半休闲的这个场合 其实呢,都很适合 在这段期间当中呢 我也反复的穿了好几次的 这个bottom laps的裤子了 所以呢,整体上的这个体验呢 我个人呢,是还蛮满意的 然后在这期间呢 其实我也有穿着它来 进行一些运动 比如dabata和这个跑步 它呢,也没有给我带来 任何的麻烦哦 因为它是有弹性的 所以在做这一些 比较大动作的这个活动的时候呢 也没有给我太大的 这个约束感 所以呢,穿起来呢 感觉上 整体上呢 是还蛮舒服的 我相信只要适当的搭配呢 这一系列的裤子呢 其实呢 它足够可以 撑起任何的这个场合哦 最后这四种颜色当中呢 有没有一款是你 个人还蛮喜欢的呢 如果有的话 你们可以上他们的这个 官方网站去查询 然后或者是 上他们这个 官方网站去购买哦 好了,所以呢 这支影片的这个分享呢 就到这里为止了 你有什么任何的疑问的话 一样你可以在下面提问 或者是短信息 也可以 好,如果你喜欢这个分享的话 记得帮我分享出去 然后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话 记得现在立刻要订阅 然后要按铃铛 我们呢 就在下一支影片当中见啦 我是阿肯 阿肯是我 阿肯TV 在这里我们下一期见 拜拜